台灣本土接連兩天都破萬 但是在今天的確診數字呢 在本土部分是新增了一萬多例 雖然它的增長率呢 看起來只有3% 並不是特別高 感覺很像疫情有趨緩 但是只有一天 我們不能就因此而大意 像是很多啊 包含像是專家 以及陳時中部長都預估了 在高峰可能之後才會出現 目前都還只是一開始 而醫師謝忠學 他就特別點出了 我們每天都破萬的數字呢 不能只單看數字 而是要看這確診數字背後的比例 包含像是總感染人數的比例 到底占了多少 而他也預估在之後 可能每天都會看到 破萬例以上的新增 而他也特別點到了 如果30%的人都染疫 才有辦法讓這個染疫率的曲線下降 而這人數推估大概就是690萬人 而再去推估他的比例 中重症呢 大概會有2萬人的成長 而死亡到時候也會逼近900人 所以這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而在之前呢 其實精神科醫師也有預測 在4月底的時候 台灣會來到破萬例新增 他預言成真 而他也再次大膽的預測 在5月16號的時候呢 台灣會出現單日新增 有30萬人這麼多 但是他也特別提到啊 就30萬人 其實我們不會在數字上面來看到 因為呢 其實台灣做不出30萬的篩檢量能 要一直等到我們的確診數 跟篩檢量能達到平衡之後 曲線才會慢慢的往下降 而他也特別提到了 現在在北部呢 疫情是達到高峰 但是中南部的疫情呢 現在看起來還沒有很明顯的成長 只不過要注意的是 大概在八九天之後呢 中部還有南部才會開始慢慢的攀升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